气泡木的目的是作为屏障货木,阻止水中粒子和其他污染物的波、传播和扩散。 该技术基于在水面以下通常在底部释放的空气气体气泡。 当气泡上升时,它们可作为屏障、屏障、阻挡波的传播以及颗粒和其他污染物的扩散。 气泡木是一种在水中产生故意放置的气泡的系统,又称气动屏障。 该技术基于在水面以下通常在底部释放的空气气体气泡,波的传播以及颗粒和其他污染物的扩散。 气泡木的工作原理是在水面下通常在底部释放气泡。 使用气泡木有几个优点。 1.降噪。 气泡帘可以透过吸收声波来减少噪音污染。 2.削浪。 气泡木可用于削浪,减少波浪对结构的影响。 3.扩散屏障。 气泡木可用于创建扩散屏障,防止污染物和污染物的扩散。 使用气泡木的缺点之一是安装和维护成本高。 气泡木系统需要使用空气压缩机来产生气泡。 其购买和操作成本可能很高。 此外,必须定期检查和维护气泡木,以确保其正常运作。 使用气泡木的另一个缺点是它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无效。 气泡木与用于阻止波传播,以及水道中颗粒和其他污染物扩散的其他屏障的不同之处在于。 1.气泡木是一种专门在水中产生气泡的系统。 该技术基于在水面以下通常在底部释放的空气气体气泡。 当气泡上升时,它们可作为屏障、屏障、阻挡波的传播以及颗粒和其他污染物的扩散。